11月6日,杨子在社交平台更新照片 庆祝自己31岁生日 兵佩文过了很开心很开心的生日 这一年得到了很多爱和祝福 感谢每一个人,爱大家 照片中,杨子穿着深灰色大衣 头发简单的垂在脑后,整个人站在紫色的花墙前 摆着搞怪的动作配合拍照,心情看起来非常的好 不得不说,杨子搭配紫色的花朵 那画面真的又和谐又养眼 再加上名字里面也有个字 真的可以用绝配来形容了,美女就是要搭配鲜花 当然,杨子娱乐圈的朋友们 也没有忘记这个重要的节日纷纷留言发送动态 送出自己衷心的祝福 从留言的明星数量来看 杨子在娱乐圈的人员真的很好 大部分都是有着多年感情的好朋友了 其中不乏有合作过大热剧集《欢乐送》的主演们 王子文、刘涛、蒋星、乔星等演员 也不乏有新合作剧集《要久久爱》的范淳淳 看得出来杨子在剧组的人员很好 跟合作演员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 而在朋友的这些祝福中最受人关注的动态 还是要赎李线送出的祝福了 如同前几年一样 李线连续六年转发同一条动态 并配文杨子老师生日快乐 万事顺遂 随后不久 杨子也来到该条动态下进行回复 又是一年 谢谢李老师 看得出来杨子和李线的关系真的很好 既是有着多年同窗友谊的同学关系 又是合作过大热剧集《亲爱的热爱的》的男女主角关系 可以说在娱乐圈中能够有这样一份浓厚的友谊在 着实有些不太容易 此动态一出 瞬间就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围观 除了祝福杨子生日快乐之外 还有不少网友更是大呼一年两度的童年夫妇 营业时间到了 看来观众对于《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 真的是念念不忘呀 可以说作品就是演员的立身之本 也是观众认可演员的前提 作为杨子为数不多的线偶剧 《亲爱的》《热爱的》的数据没得说 在播出期间登顶电视剧排行榜 不仅成功让李线变成了企业的线男友 也让杨子人气进一步大增 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女演员 剧中杨子和李线的演技也纷纷在线 童年和韩商严组成的童年夫妇 更是成为了许多观众心目中的白月光 即使剧集已经完结这么多年 但每次只要杨子和李线互动 或者有关偶像剧情侣盘点 总能看到统颜夫妇的名字 不得不说杨子选作品的眼光真的非常毒辣 除了《亲爱的》《热爱的》之外 今年播出的《长相思》也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演技方面再次受到了夸奖 放眼之前的作品 杨子有让人记忆深刻的《家有儿女》 也有口碑在线的《战长沙》 还有令人揪心的《香蜜沉沉静如霜》等作品 一路走来杨子稳扎稳打 尝试了各种类型的作品 用精湛的演技打动观众 才有了现在的人气和口碑 期待后续后续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最后还要再说一次杨子生日快乐